亚洲最前线世界商机一把抓 全亚洲的观众朋友您好 我是周玉琴 欢迎收看亚洲最前线 首先带您来关心今天的财经焦点 北韩疑似发现全球最大的稀土矿场 总价值高达65兆美金 台湾创新企业20强 网品夺第一 财经旺焦点深入点评 今日我最转来看浙江义乌 今年只将进行公募员聘任制 最低年薪保证30万元人民币 由台湾的经济部以及中国生产力中心 所共同协办的2013台湾创新企业20强 选拔结果揭晓 由网品集团夺得第一 稍后的财经旺焦点单元 我们将为您深入介绍 首先来看看今天全球股市的表现 美国股市方面因为投资人担心 美国国会达成预算协议将使量化宽松 提早在12月退场的几率升高 导致美股走弱 道琼工业指数跌幅0.81% 纳斯达克跌幅超过1% 欧洲股市星期四开盘 截至北京下午4点钟 英德霸三大指数都下挫 亚洲股市方面呢 日本股市在今天受到了美国道琼重挫 日元续升影响走跌 日经指数在中场下跌了173.24点 韩国股市下跌了10.04点 那么香港股市呢 同样也是以下跌作收 截至北京下午4点钟 新谷海峡 马来西亚以及印度股市 纷纷都下跌 在大陆股市的表现方面 主板与创业板 悄悄板效应持续上演 维持弱势整理 中场上证指数下跌了1.37点 收在2202.80点 美国股市的下跌 也连带拖累了雅股 那么台湾股市方面呢 在创下两年新高之后 今天也随即亮缩压回 并没有守住8400 中场跌掉了72.44点 收在8361.33点 大陆央行设定人民币 对美元中间价格 11号再创新高 报1美元对6.1100人民币 已经连续第四天改写新高 带动及其汇率同步大涨 直逼6.07的关口 有交易员表示 市场还有一些大行购汇 不过规模并不大 可能是人行意在暗示 有干预倾向 临近整数关口的时候明显放缓 今年来人民币升值的幅度 跟速度都明显的加快 现在已经升值超过2.6% 11月出口增速 大大的高于市场预期 年增12.7% 而在此同时 进口增速出现了放缓 导致当月贸易顺差 达到惊人的338亿美元 美国参众两院代表 星期二宣布 已经达成了 为期两年的预算协议 如果这项协议 可以获得参众两院通过的话 那么将可以避免美国政府 明年初重蹈关门的覆辙 这项协议包括 未来两年透过 削减630亿美元的预算 和减少赤字230亿美元 来舒缓 自动减支 对美国经济的紧缩 尽管说规模不大 但是却意味着 美国至少在未来两年 将不会再次的遭遇 因为政治恶斗 导致经济受损的情形发生 加拿大华铁卢大学 以理工科最为出名 许多学生的逻辑脱算能力 都是非常的好的 或许也因为这样 很多同学就迷上了玩扑克 甚至会把所学 运用到扑克战略 这好像就像电影 《决战21点》的剧情一般 现在有一位美女校友 刘玄玄就因此出名 她靠着玩扑克赢得 4700万台币奖金 还被封为美女扑克王 电影《决战21点》 扑克好手齐聚校园 把所学应用到扑克战略 这样的情况真实版 也发生在加拿大的 华铁卢大学 一头五黑长发 衍生高度专注 扑克桌上满是 她赢到手的筹码 她是来自天津的 华裔美女刘玄玄 也是扑克界 最近窜红的新秀 还登上了杂志封面 我的名字是桑玄玄 我从特朗诺加拿大 她是一个人的观众 桑玄玄 她是一个力量的扑克战 她很厉害 我感觉她很危险 刘玄玄在读滑铁卢大学的时候 跟同学一起迷上玩扑克 还翘课参加比赛 一度让她学业成绩下滑 但现在她光靠着 参加电视直播锦标赛 跟网路扑克游戏 赢了大约新台币4700万的奖金 成为千万富翁 加拿大的滑铁卢大学 以理工科著名 学生数理逻辑推算都很优异 俨然在这成为扑克胜地 刘玄玄就是校友当中 最出名的例子之一 现在刘玄玄还被列入 世界扑克巡回赛注目榜 让玩家们高度关注 这位性感的美女扑克王 记者珍珍综合报道 震惊全球汽车业的大消息 来看看 美国汽车大厂通用汽车 正式的宣布任命 玛丽巴拉担任新执行长 明年元月开始 她将成为史上第一位 担任全球汽车业执行长的女性 她今年51岁 从18岁就在车厂实习的小妹做起 一路的在通用任职达33年 现在终于爬到了执行长的位置 堪称是美国汽车业界的传奇人物 马丽巴拉正式成为美国通用汽车的执行长 不只是美国汽车大厂的史上头一遭 更是全球车业第一次 女性成为呼风唤雨的CEO 身为通用汽车 104年历史以来第一位女性CEO 马丽巴拉绝非等闲之辈 51岁的她父亲是修车技工 她18岁就在通用汽车担任实习小妹 33年来没离开过职业 当过工厂部门执行总监 也曾是人力资源主管 马丽巴拉的身后资历堪称全方位 近两年来她跟带领GM集团 从金融风暴中复兴 任职全球产品开发副总裁期间 马丽巴拉以压低供应链成本深获好评 更为富比诗杂志评为 全球最有权是女性第35名 马丽巴拉充满自信 通用稳居美国汽车销售龙头 不过GM的股价在传出女CEO消息后 24小时之内就跌破一个百分点 专家指出光是汽车业掌门人 一个人就能产生数百亿美元的差别 马丽巴拉现在要怎么让投资人幸福 也成为她走马上任后的重要课题 今年的时代杂志年度风云人物揭晓了天主教教宗方济哥 虽然当教宗才9个月的时间 但已经是以亲力亲为的形象改变天主教会 教宗也获得了时代杂志编辑们一致认同 获选为年度风云人物 今年3月才选出的新教宗方济哥 打从一开始就显示出 他是为害以往完全不同的教宗 现年76岁的方济哥是意大利裔的阿根廷人 也是教廷史上第一位来自南美洲的教宗 他一上任就以亲民爱民的形象 改变了人们对教宗的印象 教宗不仅对饥饿和贫穷者特别关怀 他也亲吻病患甚至替囚犯洗脚 他还改革教会 这位新时代的教宗获得一致好评 甚至改变了击毙已久的天主教教会 因此当人们获知教宗方济哥 或许为时代杂志风云人物时 都觉得是实至名归 教宗或许不在乎年度风云人物这种虚名 不过天主教会在方济哥的改变下 或许能够吸引更多的信徒 记者何瑞珠综合报道 根据美联社最新的报道指出 全球知名家具大厂IKEA有一款儿童币灯系列 因为币灯的电线没有固定在墙壁上 发生儿童将币灯的电线拉到婴儿床上的意外 这也导致一名16个月大的孩童窒息 另一名15个月大的宝宝几乎遭到勒币两起意外 所以IKEA就宣布将全球照修这一系列的儿童币灯 画面当中您所看到的这个儿童币灯 就是出问题的系列款 那么因为它的下方电线悬空 结果发生了婴儿床上的小孩 拉扯电线缠绕脖子的意外悲剧 那么这一系列的儿童币灯组呢 全球一共有销售2300万组 现在IKEA宣布要把这一系列的灯具通通回收 消费者也可以向IKEA索取免费维修工具 以免悲剧再发生 在南韩一向引以为傲的网路游戏产业 目前遭到了家长团体跟保守人士的杯葛 国会议员曹尼法案 试图遏止南韩的孩童对于网路游戏成瘾 并且将它视为与毒品赌博叙旧等同一个等级 那么这样做呢导致网路游戏产业产生了激烈的反弹 引发社会对立 这项法案的内容包括限制刊登网路游戏广告 还有规定南韩的网路游戏产业 每一年得提拨1%的营收 帮助成立遏止网路成瘾症的基金 不过立法提议造成了南韩社会和经济发展的矛盾 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百度尽管短线 美股涨高回落不过百度依然是强势收高 最新的收盘价179.93美元再创历史新高 全球最大的中文搜寻网站的百度 在今年4月股价跌到大约83美元的低价以后 5月开始反转走高 最近的股价屡屡创新高 创办人之一的李彦宏 身价也跟着是水涨船高 机身为大陆首富 随着科技越来越进步 那么通讯配备呢也更加的时髦了 印度科技团队研发出智能戒指 把手机75%的功能复制过来 具有邮件短讯以及来电提醒的功能之外 戒指还能够远程控制手机的音乐和相机非常方便 而使用者再也不必担心弄丢手机 因为一旦手机超过戒指9公尺以外的地方 就会发出警报 一纸在手帮你解决老拿起手机查看的麻烦 这就是印度研发的最新科技 Smarti Ring智能戒指 戴上它等同于操控手机 可以把手机75%的功能复制到戒指上 一旦手机距离戒指约9公尺 以外还会发出情报 靠无线充电技术智能戒指续航力24小时 还具备进场连线通讯功能 把戒指触碰和同有进场连线功能的手机连结 能将个人资料传送给对方 集科技与时尚余一指智能戒指售价9000台币有找 智慧型科技的球星球变近来更多道不胜枚举 美国信物友公司靠提高语音辨识技术 研发出能说话的智慧型手表 南韩三星更劲爆 直接在硬体上做文章 推出会弯曲的荧幕手机 随着科技日新月异通讯配备越来越潮 记者综合报道 华尔街日报报道 根据熟悉日本央行思维的人士表示 日元近来走贬有助于日本央行达成其身具有企图心的通膨目标 并且大幅度的降低央行实施第二回合量化宽松的可能性 尽管日本央行先前明确指出 今年4月实施前所未见的货币宽松 并非刻意要引导日元贬值来刺激经济 但是日本呢 他们也发现日元走贬确实是对于克服多年来物价下跌是一大利多 手机应用程式试调机构APPANY最新调查指出 在今年10月份日本智慧型手机以及平板电脑用户的应用程式支出 比美国高出了10%成为全球手机应用程式营收最大的国家 在去年10月份日本消费者的手机应用程式支出仍然还比美国少了40% 不料在短短一年之内支出就达到了南韩的三倍 英国的六倍 APPANY表示 过去一年来智慧型手机在日本快速的普及 取代了以往日本人爱用的高阶特色手机 这也是推动应用程式支出成长的主要原因 世界最封闭独裁的国家北韩 现在发现了全球最大的稀土矿场 总价值高达65兆美元 北韩官方也和国际一家私人企业合作 启动了开采计划 稀土被称之为21世纪最重要的矿物 对于高科技产业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原本是由大陆掌控全球95%的出口量 北韩的稀土发现 势必将会让已经复杂的亚太局势更加的火上加油 北韩领袖金正恩将故障张成泽抓了起来 让各界议论纷纷 其中一项指控的罪名是张成泽将天然资源贱卖给大陆 现在有消息传出 这个天然资源很可能就是稀土矿 一家私人公司近日宣布 在北韩发现了一个总计2.16亿吨的氧化稀土矿物 是全球最大储存量的稀土矿场 总产值估计高达65兆美元 而该私人公司还跟北韩官方签署合约 正式的取得了25年的开发权 也准许在矿场附近建造研究中心 全力帮助北韩发展稀土出口 西土被称为21世纪的科技金属 是高科技工业不可或缺的重要材料 从航太零件、电子、雷射、核能工业 到导弹、太阳能产业等等都极为重要 是被称为可以取代石油的重要资源 对北韩疲软的经济绝对是一剂强新增 记者冯超综合报道 谷歌加码投资台湾云端产业 砸下了6亿美金 在彰化建制了亚洲最大的资料中心 善用绿能科技、节能50% 这个资料中心首次开放 中天新闻的镜头带您直击现场 这里就是谷歌在台湾所建制的 亚洲最大资料库中心 首度对外开放 现在中天新闻带您来自己 身体一般的梦幻福利不是假的 这里就是谷歌的员工餐厅 说出来可能会让大家很羡慕 因为像这样子的早餐、午餐、Buffet 免费吃到饱 除了吃了之外 谷歌还有建制撞球台 如果员工累了 就可以来这边打撞球书丫 健身房、游戏机通通都有随便员工使用 谷歌舍弃香港 加码到6亿美金大手笔建设台湾基地 Google建制亚洲最大的资料库中心 命令就在这里利用冷水循环节约电能 标榜检举效能和环保特性的资料中心 有独特的运作方式 通过夜间降温与热能、儲存、系统 增加资料中心的运作效率和节省能源 谷歌扩大台湾建设 目前在资料中心 总共有超过60位的全职员工 未来并持续扩大真材 这也为台湾的云端产业发展 注入新动难 台湾的央行昨天展开了房贷精简 目的是要压抑房价 但是在另一头 国产署却在带头炒房吗 住在五分浦签建基地的居民 想要国产署买现租国有地 不料国产署方面开出市价一平880万台币 十平土地加起来要8800万元的价格 而且附近的国有地跟雪产地价差了十倍 那么到底价格的标准在哪呢 国产署自己也讲不清楚 现在电网台北101要价一瓶500多万元 不过现在松山路的巷弄内 居然出现一瓶要800多万元 没有听错位在五分浦的巷弄内 这一排老房子既不是店面 也不是新房子 没有防火象 武林至少50年以上 每瓶开价800多万元 实在令人无法理解 他们这个委员开会 所以没有公告限制 没有公告限制 没有 他们乱叫乱讲 住在这间十瓶房子的老农民 伯伯原先想买下 向国产署乘租的国有地 没想到国产署要求以市价 一瓶880万 十瓶土地开价8800万 才能购买 如果仔细看一看 新帝王台北101 公告市值一瓶502万 新光摩天大楼429万 五分浦项路内 国产署开价一瓶880万 真的合理吗 买这个人家盖好的 盖好的房子 可以买到最起码买两家 无独有偶就在这栋房屋的隔壁 同样十瓶有五瓶国有地 国产署开价200万 另外几瓶雪产地才60万一瓶 等于一地两架 附近的永吉路段 这间蓝色铁门房子 一共15瓶8瓶国有地 政府开价730万一瓶 雪产地70万一瓶价差10倍 到底核定标准在哪里 国产署自己也说不清楚 央行财政部一边联手打房 国产署一边却带头炒房 房价高涨的民众买房 真的越来越辛苦了 记者陈建安 邱子妮台北采访不到 又到了年底结算一年红利奖金的时候 而根据人力银行调查 台湾在今年有三成以上的上班族 非常悲观 认为在今年根本就不会拿得到 年终奖金 职场一片苦哈哈 那么有七成的民众非常羡慕 年年亏损的国营事业 他们为什么可以领高额的年终奖金呢 尾牙活动您最期待的艺人会是谁 原来最受欢迎的是五月天 再来当然就非他莫属 尾牙场办的热闹滚滚 可是员工的口袋却可能冷清清 调查就发现了有三成以上的员工 根本认为今年不会有年终奖金 多少钱 一百块 而且他连红包袋都省了 像这个说话就是尾牙摸到的那个 算是普奖 谢谢你的杰森 曾在补教业拿百元年终 和塑胶和赠品的罗小姐好气氛 只是景气到底有多差呢 接尾牙场的舞蹈老师 也早就降价求授 调降三成左右 你这么多 对 调降三成左右 因为我觉得景气竟然就是 有下差不多两成左右 那我的话一定要就是调降三成 这个数字 虽然跟这个GDP一样 可能就是没有办法保二 或者是保一 是没有办法发放到这个 一个月以上的这个情况 职场一片苦哈哈 也难怪有七成的民众非常的羡慕 年年亏损的国营事业 却还能领高额的年终奖金 小老百姓也只能继续加把劲 为自己拼年终 不过尾牙恐怕难免变了掉 记者夏军臣 您心意台北报道 广告周回来 财经旺交点的单元 来看台湾的经济部 以及中国生产力中心 所协办的2013 台湾创新企业20强 选拔结果公布 是由王品集团夺得冠军 锁定稍后 亚洲最前线 欢迎回到财经旺交点的单元 2013年台湾创新企业排名 在12月11号出炉 今年餐饮业王品集团 挤下了去年冠军 宏达店荣获第一 亚军和季军分别是由台积电 以及华硕所夺得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 在今年入围的前20强 不但有7家是新进榜的企业 同时也从往年以科技业为主的产业别 转变成以服务业为主的大型企业 华金宏达店则调到第四名 是否意味高科技产业创新动能逐渐衰退 主管机关工业局力挺到底 但只是说因为台湾现在创新企业 越来越多了嘛 所以创新典换率越来越多 竞争越来越激烈 要保持第一名其实是不容易的 因为它有两个指标 两个成两指标 冠军大风吹 显示企业创新的产业别 正在悄悄转变 今年20强入围名单 就能秀出端倪 这样一个调查来看 过去我们看到的创新 大部分都比较集中在 产品或技术上面突破 那今年调查看起来 其实大部分企业 还是着重在这个面向 但我觉得未来 可能越来越多 可以去思考的是 怎么样在这种服务价值 或者是说在这个 甚至是营运模式上面的创新 我想这个是 面对一个新的产业变局里面 大家都可以来想一想的 服务业传统产业 在企业转型的冲击之下 反而激端出火花 积极寻求创新之路 其中被称为纺织股王的 如虹企业首度入榜 从创统纺织业 转型做机能布料 现在生意做不完 传产苦称终于获奖 往事从我创新公司 1966年就听到 往事是一个细扬产业 历经这三十几年 我今天来领这个奖 好像是从第一到天堂一样 话说的辛酸 确实传统产业往年都很细扬 但今年有突破性发展 改造松山老烟厂 注入文创元素的成品集团 老船产研发新技术的台速企业 把旅游业发展成多元产业的 第一次榜上游民 我们认为一个传统流业要创新要升级 你势必要把知识的能力 科技能力做好 所以才有创新的能力 在这个过程中间 我们很扎实地认为一个公司的组织 要能够朝这方向去投资 你才能把创新能力做好 所以我们公司内部有创新中心 有设计中心 我们自己经营媒体 还有全台都疯狂的自行车产业 同样是MIT的美利达 今年加入创新企业的行列 硬铁研发和服务创新 都是企业主轴 我们对于全球的一个 经销商的一个服务体系 我们分身到各个经销商上面 去做这个服务 那我们在产品这个部分呢 其实我们是希望能够在地化的创新 所以其实在我们欧洲的市场 我们有欧洲的一个研发团队 那我们台湾的研发团队呢 跟欧洲的研发团队 这边是一个相互的一个支援 另外像是电信业 远传电信以行动APP 获得评审青睐 知名餐饮鼎 则是在服务 以及员工福利方面 拿到创新企业的门票 尽管企业都在讲创新 但究竟该怎么得到政府认可 必须经过三道相当严格的 评选标准 初审先是透过提名 载有1068位资深经理人 以及30位产学意见领袖评选 最重要的是企业近三年来 整体营收表现必须亮眼 最后结合整体意见 以及企业营收 绝选出前20强的创新企业 不过在调查中发现 台湾企业相较于海外企业 更鼓励员工创新 但做法却又相对保守 创新决定权多数 还是在老板以及管理阶层手上 是目前最大的问题 中间干部其实他们可能有 非常好的idea 但是这些idea呢 现在我们的观察是 还没有充分的被公司 所认可跟发现 因为公司必须要有个机制 来吸收这些idea 必须要有这个容忍度 来让这些idea的 提这些idea的人 可以去试这些idea 然后甚至要有一些 主要奖励机制 来奖励这些人 不断犯错 然后可能犯10个错 只要有一个做对的 他就会被认可 不过对照今年拿下 第一名的网品集团 或许能看出 接受员工建议与聆听 是企业迈开 创新步伐的最佳方式 公司董事长 其实也蛮鼓励大家 勇于发言 所以我们有一个机制 就是在跟董事长开会 那个会议 我们叫中场会 所以每一个人都可以 在每周五的时候 唱所一言 然后我们通常都在那个 会议里面我们不检讨业绩的 一般的想象说 哇 跟老板开会 应该来检讨业绩 检讨什么 获利什么 我们那个会议 都是讨论非常轻松的话题 所以那个会议里面 我们通常都是笑声 从开始一直到结束 都是这样的 诶 这是火车吗 好漂亮啊 还可以在天空上走耶 透过小女孩的童言童语 从台湾五六零年代 穿越到现代 创新的脚步始终没有停过 应技术与软实力的同步发展 给企业创新带来更多动能 记者罗哲超成志文 台北报道 说到了打品牌与创新 总是会让人联想到 是台湾的科技产业才有办法 不过呢 随着时代在改变 传统产业里面 也有许多的公司 用自己的方法 完成打造品牌的梦想 根据经济部工业局2013年 所做的台湾创新企业20枪名单中 将近一半都是传统产业 包括餐饮和文创和旅行社 这显示 强调服务至上的企业 是未来台湾产业的优势所在 董事长上牛排了 从丝袍亲自上阵 在高铁车厢为客人送上牛排 这是王品集团的董事长戴胜义 在高铁上让我们的同仁跟家人们 能够吃到牛排 其实那是最恰当的 镜头前的她 是大家熟悉的戴胜义 懂得顾客心理 似乎也懂得迎合媒体炒热话题 在她之前 几乎没有人想得到 餐饮业也可以这样玩 第二边 来 谢谢 身体力行 顾客至上 把戴胜义的本质 发挥到最大化 同样的戴胜义 也把她这套哲学灌输在员工身上 品牌笛 品牌笛 呼笛 呼笛 呼口号 登玉山 叫叫叫 骑脚踏车环岛 还有在活动上总是粉末登场 搞变装 最重要的 每到年底的加薪和诱人的年终奖金 但胜义很懂得 取悦第一线作战的员工 因为她知道 成就王品集团成为 餐饮龙头的王国 员工绝对是 不可或缺的一块拼图 所有的每一个同仁都感觉到公司 没有任何的欺骗 他们有未来有前途 从牛排 跨足火锅和咖啡市场 王敏集团成功的背后 靠的是真诚服务 和一连串严密的作业流程 2013年的创新企业排名出炉 王敏集团一口气前进了三个名次 来到第一 一般的企业创新都是由上而下 有37%的企业都是这样子的 但是王品集团的创新我们是由上而下 而且也由下而上 所以我们每一个月都会收集每一个单位 要提出一个意见 所以降下来我们一个月可以收集到 300个意见的改善的点子 台湾的产业结构正在转变 除了王品集团外 创新企业20强名单中 还多了一些生力军 这不是国外的自行车 这个牌子叫美丽达出自台湾 1987年还只是个代工的角色 不懂行销 后来他们靠着和欧洲顶尖车手合作 组成美丽达车队 和外商合资经营参加国际赛 靠着拿冠军名声从台湾跨到了全球 2013年创新企业排名 美丽达拿到第17名 首度进榜 我们赞助国际车队有一个好处就是 国际车队的选手他会帮你测试 你prototype的时候 雏形机出来他会帮你测试 然后测试他会有回馈 对 那feedback回来你要去做更改或者是补墙 或者是可以了 那你就可以上市 这是传统制造业靠着和欧洲团队加盟 开疆辟土 打造国际品牌的成功故事 接着我们来看看两个文创和生活结合的 企业创新案例 这是成品集团子公司成品生活 上规的记者会 董事长吴清友打破原本传统书店的经营格局 首创24小时深夜阅读空间 让书局不再只是书局 可以是咖啡厅也可以是画廊 甚至还可以是饭店 成品打造松山烟厂掀起一股台湾阅读革命 靠着文创和生活 成品成为海外华人返台文化朝圣的新景点 更成为台北的文化新地标 展望未来 其实我们充满了非常大的信心 成品集团以文创的形象 成为2013年创新企业二十大的胜利军 首度晋榜就在第九名 另外一家同样也是要以文创的招牌 颠覆一般人对于旅行社的既定印象 这是熊吃旅行社的门市 磨咖啡 开书店 很难把它跟一般旅行社做连结 熊师打破传统框架 观光结合文创生活 甚至还拍起唯电影 所以从这个白的世界 你为什么选择以外 你必须继续你的旅行 听到城市 让旅游不单纯只是规划行程 和开票作业 而是变成生活的体验 熊师创新企业14名 首度晋榜 你好 帮你散个菜 好 谢谢 从餐饮到自行车 再到文创和旅游 如果不勇于打破框架 就无法从一成不变的习惯中 切换出新的格局 从台湾到世界 实修传统制造业 不能达皮肥症 广告之后回来财经旺交点的单元 我们再来带您认识一位 投身于餐饮的人物 那么他叫丁子安 他的爸爸是国民党荣誉主席 连战办公室主任丁远超 丁子安毅然决然放弃金融业的高薪 选择自行创业 您稍后带您来看他的创业故事 欢迎回到亚洲最前线财经旺交点 现在冬天吃火锅最好 但是您有没有在火锅店尝过6公斤重的巨无霸龙虾呢 在台北市就有一家餐厅 他用的食材是这样的一味巨无霸波士顿龙虾 超豪华的食材让汤头更加的鲜甜 那么这家店的老板丁子安出身于政治世家 他的父亲是国民党荣誉主席 连战办公室主任丁远超先生 丁子安说自己因为爱吃美食 毅然决然的放弃金融业高薪投入服务业 他直言创业这条路不简单 这位活跳跳重达6公斤重的巨无霸龙虾 出现在火锅店门口 客人全都疯了 放下手边的筷子抢着拍照 平常应该也很少看得到这么大只龙虾 应该是第一次看到了 光是一只熬就比人的手掌还要大 让从没见过的客人抢着合影留念 不过这龙虾不仅画面震撼 吃起来更是过瘾 下锅刷一下就鲜嫩弹牙 就很有嚼劲 那吃起来就是有一种自然的甜味 因为像刚刚店家只有提供他的黑眼 就只有用盐去提味而已 那外面你可能要用很多的柠檬汁 去压他那个还是有点海的味道 他口感就是很扎实 然后很鲜甜 就跟一般外面吃的那种小龙虾 是不太一样 眼睛转啊转 鲜甜的口感就来自他的新鲜 这只波士顿龙虾平均要养十年 才能养这么大 产量稀少 想吃也是可遇不可求 不是每一次都会有尺寸这么大 就拿龙虾或血厂蟹来讲 很多龙虾血厂蟹 它可能看起来体积很大 可是它第一个新不新鲜 第二个是它是体积大呢 还是说它的肉质很饱满 那我们都会精致去挑 客人预定之后 我们大概花两天时间 跟进口商去订货 然后当天再计算给我们这样子 不过刷龙虾看起来很简单 但要把肥嫩的龙虾肉挑出来 方便客人食用 可是非常费功夫 它的熬的地方 那因为它熬它的甲壳值部分 会比较坚硬 所以在处理的时候 会相对比较棘手 因为如果说用的工具不对 可能会造成我们自己的工具 一个损坏 一般来讲的话 我们会用剁刀 对 就是专门在剁骨头用的那种刀 上菜前至少要花二十分钟处理 厨师都得受过专业训练 才不会上到自己 不过除了惊人的波士顿大龙虾 顶级和牛松板猪 也是火锅店一绝高下的要素 细致的油花均匀密布 下锅刷五秒 放入嘴里就入口即化 不仅对食材精挑细选 就连火锅的灵魂 汤头 也都全部是用新鲜的有机蔬菜熬制 忙着服务客人 看似斯文的老板 对美食却有满腹热血 私底下就很会下厨的他 曾经在金融业工作三年 却毅然决然放弃高薪 完成一直以来的梦想 私人在金融业主要是做分析方面的业务 那每天就是大部分对电脑 那我喜欢跟人接触 那想说趁30岁以前做个 开个餐厅完成一个梦想 但是转行转得太突然 这个梦想也曾经让家人很不谅解 一路走来跌跌撞撞 带着他的梦想还有对食材的坚持 这一份信念浓缩在这一锅锅热腾腾的汤头中 尤其是这碗压轴菜以火锅高汤熬制的粥 还融合了整餐精华 我们很用心去煮这一锅粥 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最后的精华 我希望客人可以吃的很满 满满的用心煮进锅里尝起来就多几分甜甜的滋味 从雅致的装潢到顶级的食材 他们的用心藏在店里的每一个角落 中天新闻王兴诺 蔡宏淳 台北超报道 广告之后回来 今入我最赚的单元 我们带您到蒙特内歌罗 当地政府尽量以税率优惠吸引外资 而现在台湾也有贩店业者 在当地盖了五星级酒店跟度假豪宅 马上带您回来 欢迎回到亚洲最前线今日我最赚的单元 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在今年底将领先大陆各地 进行公务员聘任制试点 首批招聘的六个职位 最低年薪保证30万元人民币 而最高可达60万 浙江省聘任制公务员招聘发布会上 聘任制这三个字最抢眼 因为这是大陆第一次实施公务员约聘 任用靠的是一张合同 包括你的权力义务怎么样 包括我们的薪酬待遇 怎么样 都要相互协商才能解决 按照规定 首批聘任制公务员 将签订劳动合同聘任期限五年 聘用期间 绩效考核不合格将于解聘 这是否一位公务员不再是铁饭碗了呢 也引发热烈讨论 曾经有媒体报道说 聘任制公务员将让铁饭碗变成瓷饭碗 对在职的公务员也会形成一种粘余效应 有的人认为 按照目前聘任制适用地区和专业范围 聘任制公务员只是一个增量 预言铁饭碗变成瓷饭碗 还未知过早 义务是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 有六万多商家聚集 城市管理工作特别复杂 这次招聘的六个职位当中 也以物流电商信息化等专业技术为主 同时开出高薪吸引人才 保证最低税后年薪三十万人民币 表现特别突出者还可以给予 协议工资百分之十的特殊奖励 如果符合义务的英才计划标准 负责人可享有最高六十万人民币 相当于台币三百万的年薪 薪水高条件延 就是希望吸引优秀人才 提高公务员继续 芒特内戈罗要发展观光 从前的海军基地 如今变成时髦的游艇码头度假村 当地政府尽量以税率优惠来吸引外资 那么现在在台湾有饭店业者 在当地盖五星级的酒店以及度假豪宅 靠海的国家游艇码头很寻常 尤其欧洲 蒙特内戈罗港的游艇 南天衬托下 眉骚看起来都像是刚出厂的新 码头异常干净 空气中嗅不到一丝燃料味 更想不到的是 水面上竟然连一滴油心子也没 鱼群就在船边 码头旁 水槽里 在我们眼前摇摆着身子 大方的游来游去 这是蒙特内戈罗独立以来 最大的外国投资开发案 蒙特内戈罗港 位于科特湾中央 名为蒂瓦特的地方 从罗马 中世纪 到威尼斯人统治以来 当地始终都是海滨胜地 这个天然深水两港 19世纪变成奥地利的海军基地 接着成为南斯拉夫 重要的舰艇维修码头 国家独立之后没几年 它有心刷上一张全球化的面孔 最吸引我们视线的 是不再前行海底的 这一大一小两艘潜艇 深蓝色的涂装 紧绷汗状的钢铁质地 转身以装置艺术的姿态 浩然地停泊在碎石铺成的大地上 弧形圆滑的曲线 曾经静静透穿 极深极黑的海底 悄然无息地窥视着远方的敌人 伺机而动 都过去了 洞西对峙的冷战标本 资本万岁的绝佳装饰 社会主义的海军基地 变身为时髦的游艇码头度假村 出自于超级富豪皮特曼克的建议 他是加拿大籍的匈牙利移民 创立全世界最大的金矿生产公司 再联合另外三位赫赫有名的股东 来自罗斯柴尔德家族的Net 这是欧洲乃至世界最富盛名的金融家族 博纳阿诺 世界最大精品集团LVMH主席 还有德里帕斯卡 俄罗斯旅业大亨 2006年的俄罗斯首富 四位超级富豪核组 雅德利亚海游艇码头公司负责开发 总投资1亿6500万欧元 相当于65亿台币 看起来这是原在巴尔干半岛的商略 有台湾人却因缘忌讳的参与其中 买下国际连锁品牌立金酒店的潘斯亮也在此地插旗 充满威尼斯风格的五星级酒店 2014年落成启用 我们已经算是第二期了 第一期的豪宅还有基础设施已经做了 第二期包含一个立金酒店 还有它的豪宅公寓 第三期我们也加入了 第三期是立金豪宅加上一个皇家俱乐部 就是一个赌场 来过蒙特内戈罗多次的潘斯亮说 超级富豪门的大蓝图是希望把这片港湾 打造成第二个蒙蒂卡罗 因为你有非常好的海港 非常漂亮的海岸线 非常美丽的风景 其实跟蒙蒂卡罗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很漂亮 只是还没有开发 它是处女地 所以他们就推荐就是说 你走蒙蒂卡罗的定位 游艇码头 低税率 然后变成欧洲富人的这种避难场所 还有免税天堂 对潘斯亮来说 进居蒙特内戈罗 他也因此跟进新的经营模式 酒店式住宅 住户可以房间出租 由饭店代管 除了房地产投资更是理财工具 另外一点就是说 因为欧洲现在金融风暴 所以你要盖新的饭店 银行不可能带到款 那如果说利用饭店的优势 品牌的优势 把房地产先出售到 出售掉的话 或许在饭店开幕前 你所有的本钱就可以回收了 蒙特内戈罗港的滨海俱乐部 融合夏威夷与地中海风情 长达64公尺的无边际泳池 巨大的人形镂空雕塑 坐看前方的雅德里亚海 谁想得到呢 不过七年前 这里还只见陈旧的船物 出没的可都是钢铁巨兽呢 看现在 岁月太平 风光正好 海面映照着夕阳 无数金光 跳跃闪动着 大陆淘宝网最近公布了娱乐经济排行榜 女星范冰冰以一人之力 带动了4.5亿人民币 大约是22亿台币左右的消费金额 堪称是全年带动最多元的女星 被封为网购女帝 大陆双十一的网络购物节 才创下1700亿台币的惊人销售额 短短一个月 购物业者又推双十二触销站 打算在先销售热潮 而大陆淘宝网 近日公布娱乐经济排行榜 性感冷艳的女星范冰冰 涌登榜首 范冰冰一人带动4.5亿元网购消费 其带动项目包括 连衣裙群 羽绒服 充气娜娜等 单凭一人之力 推动了将近台币22亿的消费额 而其中最惊人的一项 就是情趣商品娃娃 其实2011年范冰冰 就与这项商品结想不解之缘 曾经怒控贩卖店家 不过范爷娃娃却默默累积高人气 也让她登上年度带动 最多元消费的女星 还被冠上网购女帝的封号 而且我通常都是杀一半 我砍得很好 150或者是120 120不行再加一点点 到150基本上都成交这样子 范冰冰成坦言自己最爱上网淘宝 精打细算的功力和一般女孩 没什么不同 而榜单中 台湾第一名模林志玲 则是在男性网络消费者眼中 以53%的搜索率 立刻范冰冰的26% 成为最受欢迎的女星 只有潘涛宇 综合报道 谢谢您收看 我是周玉琴 明天见 中文字幕志玲 中文字幕志玲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